第二百九十二集 他这几句话完全是有感而发 一边说着眼圈已经红了起来 玄老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穆老拉住霍玉后的手 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 因为你和大多数人的眼神都不一样 第一次见你是 你的眼眸虽然清澈 但眼底深处却藏着痛苦 直到最近 这份痛苦似乎才消失了 你说得对 史莱克是你的家 也是我们的家 刚才我在和独博斯交谈的时候他说过 你是我的弟子 他表示只要你在史莱克一天 他就不会打你的主意 我明白他的意思 当你正是从史莱克毕业之后 他有可能就要对你下手了 霍玉后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本体宗主竟然对他还没死心 玄老在一旁却已经忍不住了 本小的 还不快拜师啊 啊 霍玉后这才反应过来 立刻跪倒在地 恭恭敬敬地向木老拜了下去 木老 请您收我为徒 木老哈哈一笑道 哈哈 好孩子 起来 他本来就抓着霍玉后的右手 轻轻一拉 一股柔和的力量 瞬间传入霍玉后身体 将他拖了起来 看着霍玉后眼神中的真挚之情 木老也是笑容满面 越看越是喜欢 以他的地位 自然不能主动说出 要收霍玉后为徒的话 只能旁敲策击 幸好要玄老在一旁提醒 霍玉后这才没有错过大好机会 木老 您答应了 霍玉后试探着问道 哈哈哈哈 傻小子 你该改口了 霍玉后大喜 赶忙叫道 老师 说着就要再次拜下去 不过这一次 木老却没有让他下拜 用柔和的魂力拖住了他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老夫的关门弟子 老夫一向不注重那些繁俗礼节 以后你不需要跪拜 鞠躬就可以了 是 木老虽说不注重礼节 但霍玉后却依旧十分恭敬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如果不是有木老和玄老在 恐怕他就要兴奋地跳起来了 王东和萧萧看着这一幕 不禁大为羡慕 赶忙上前恭喜 木老微笑道 哈哈 你们两个小家伙也可不错 萧萧 以后你就跟玄老学习 你这奇兔的辅助系战魂师 要让他好好研究研究 至于王东 你也是公属性 就暂时做老夫的记名弟子 王东吐了吐舌头 有些耍赖似的道 木老 您这可不公平 我和您一样是光系的 您都说不是光系的霍玉后为徒了 怎么能厚此薄彼呢 我也要当您的关门弟子 看着他那怨愤的样子 木老不见哈哈一笑道 哈哈 你这小家伙啊 你还是第一个 在我面前提这种要求的 所谓关门弟子 只能有一个 王东见木老也没生气 立刻促上前 扶灵心智的道 没关系啊 您是什么身份 创个先例谁敢质疑 而且我和宇浩拥有五魂融合剂 本来就相当于是一体的 您就当我们两个是一个人好了 木老脸上的笑容之中 多了一丝玩味 呼呼 一体的呀 王东被他老人家的目光 看得脸上一红 抓住木老的另一只手道 您就顺便也收下我呗 要不然 以后他是您的正式弟子 我就是记名的 岂不是要被他欺负了 玄老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 在他的记忆中 就算是木老的嫡传大弟子 当今史莱克学院 武魂系院长 严少哲也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这么放肆 可王东不但这么做了 而且看木老的样子不但丝毫不恼 反而很高兴似的 好好 说过你这个小小家伙 就一起收下了 木老笑眯眯的说道 王东大喜过望 赶忙顺势跪倒在地 就向木老掰了下去 木老左手一抬 一股魂力 将他也拖了起来 道 玄子 你看到没 我的关门弟子 这就被强迫性的变成两个了 哈哈哈哈 玄老呵呵一笑道 我看 您倒是挺享受的 这也不错呀 这两个小家伙都很好 既然如此 索性 我今天也就收个关门弟子 我的年纪 也比您小不了太多呀 萧萧何等纪令 赶忙在玄老面前跪倒在地 恭敬拜了下去 老师 玄老将他扑起 黑黑笑道 哈哈哈哈 小家伙 以后跟着我混 可要出息点 别让那两个家伙给比下去了 萧萧细细笑道 老师 我一定会努力的 反正您有什么能提升力量的东西 就都给我用了 这都给我用了呗 玄老师笑道 好啊 我这是收了个关门弟子啊 还是收了个小麻烦的 你倒是不客气啊 萧萧笑道 我跟您是自己人 自己人之间还客气什么 对 我还给您买鸡腿呢 他出关之后 一直都是跟着玄老修炼 跟玄老早就混得熟悉了 今天确定了名分 他自然也是极为的兴奋 正在这时 木老眼中突然流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独不死刚走 竟然又有朋友来了 看来今天倒真是个好日子 玄老双眼微眯 眼神中地光一闪 就要有所行动 木老一抬手 制止了他 来这时刻 你请他进来就是 玄老惊讶地道 进海神阁 木老淡然一笑道 对 进海神阁 玄老虽然痴情 但也不会违逆木老的意思 但在他的记忆中 还从未有外人 进入过海神阁之中 光芒一闪 玄老也在原地消失 下一刻 他就来到了海神阁外 目光朝着远处看去 冷冷地道 既然来了 就别偷偷摸摸的 出来 一边说着 他右手在空中虚抓 顿时一只金黄色的大手 在空中浮现 大手张开 抓向一个方向 顿时 那个方向的空气中 出现了无数细碎的 黑色空间裂缝 虽然这些裂缝 远不能和他与 独播斯交手时相比 但也是真实的存在 玄老 这可不是戴克之道啊 一片淡金色光芒亮起 光运向外扩张了瞬间 再瞬间荡漾了一下 扭曲的光纹和玄老 那抓出的大手同时抵消 一道身影 也从哪个方向浮现而出 来人身材不高 但却十分肥胖 一身华丽的黑色长袍上 金纹刺绣 双手背在身后 笑眯眯地看着玄老 可不正是 日月皇家浑岛社学院 明德堂堂主也是 日月皇家浑岛社学院 真正的主事者吗 是你 金红尘 玄老也是吃了一惊 虽然他能感觉到来者很强 但却没想到来的竟然是 这位明德堂主 明德堂主 金红尘唯唯一笑道 玄老 您不应该意外才对 您要了我明德堂的东西 我总要亲自过来取一趟 顺便拜会一下玄老 以及史莱克学院 玄老眼中 神光闪烁 心中暗道 这金红尘 来得倒真是巧啊 他是和本体宗的人一起来的 故意这时候才出现 还是说真的是巧合 心中虽然这样想着 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来 淡淡的道 既然如此 来者是客 请进 一边说着 他转身就向海参阁内走去 这下就轮到金红尘吃惊了 他被发现时 也是吃雷惊 凭借着他独创的隐匿浑倒气 他本来自信的认为 只要他不有所行动 在这个世界上 就应该没人能发现他才对 但玄老却一语道破了他的踪迹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玄老竟然请他进入海神阁 近红尘迟疑了 这海神阁恐怕是好进不好处啊 这里毕竟是史莱克学院 虽然他有足够的底牌 可史莱克学院成名万年 在元属斗罗大陆三国之间 如同定海神阵一般 正是因为史莱克的缘故 才让他们日欲帝国投入了机器 明明积蓄已经足够 却迟迟不敢妄动 海神阁 好一座海神阁呀 玄老走到海神阁门前 回过身戏嘘的道 怎么 堂堂的明德堂主 不敢进我们海神阁的门吗 既然如此 那你还来此做什么 近红尘眉毛一条 在傲气方面 他甚至还要更甚本体宗 独播死 他之所以此时出现 就是因为不想跟本体宗的人一起 以免弱了自己的名头 此时被玄老这么一击 哈哈一笑 大步朝着海神阁走去 玄老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微笑 心中暗暗赞叹 还是穆老最人性的把握到位啊 只是简单的请着近红尘进入海神阁 就让他的气势受到了不小的打压 走进海神阁一层 近红尘的目光一直在向四处看着 眼底部是流露出惊讶之色 显然 他已经看出了海神阁的非同凡响 玄老走到一层一侧的黄金树椅子上坐了下来 向近红尘做了个请的手势 近红尘也不客气 面对微笑的在玄老对面坐了下来 两人谁也没有先说话 就那么坐在那里彼此对视 但空气瞬间就有了几分仿佛有凝固般的感觉 玄老和近红尘的气势有些相像 都是十分厚重 但不同的是 玄老的厚重如同打地根基沉稳 而近红尘的厚重则源于一种随时濒临爆发的压抑 看来 魂倒气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魂尸 你不过九十三级左右的修为 在老夫面前却能做得稳定 玄老淡淡地说道 近红尘唯唯一笑 我始终认为 魂倒气的研究才刚刚进入初始阶段 未来的世界必然是属于魂倒气的 当有一天魂倒气不再依赖于魂尸的魂力作为动力 那么魂尸这个职业最终必然被淘汰 否则玄老是否相信呢 玄老冷淡地道 无论我相不相信 反正你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近红尘很随意地道 我看得到 看不到并不重要 只要这份必然 最终是出现在我日月帝国就足够了 也必定会出现在我日月帝国 兴罗 听魂 斗铃 甚至是你们十六个学院 在魂倒气方面 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玄老笑了 哦 差得远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 什么时候 你能凭借魂倒气的差距 击败我们十六个学院再说吧 刚刚结束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上 我们只是出战了一半的主力 最终却依旧获得了冠军 事实证明 至少到目前为止 你们在魂倒气上的优势 还不是决定性的 令玄老没想到的是 听了他这番话 靖鸿尘竟然认真地点了点头 您说得很对 之前我曾受到贵学院传来的消息 表示可以和我们日月皇家魂倒师学院进行交流学习 当时我真的很高兴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贵学院最终又改变了主意 如果是因为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上的不愉快 我都认为大可不必 我们日月帝国这点胸怀还是有的 比赛是比赛 比赛之中的意外 我们并不会当作仇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